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 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声索有可能是合法的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声索而拳脚相像 把别人赶出去 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 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我们不是争议方 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 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 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 挑衅行为都有不良后果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 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 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 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